纽约和伦敦华美的岁末耶诞锦 让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很多事情要开始数算一年的记录了 全美的信用卡债总额标破了记录 很多人使用另外一种先买后付的方式消费 等会看看那又是什么 但是风险比信用卡高 而英国现在出现高通膨的遗毒 也就是罢工 大批的出街衣室上街 展开英国史上最长的出街衣室罢工行动 因为政府拒绝谈判薪资 所以他们就直接罢工 最新公布的英国11月通膨率已经降温 创了两年来的新低 所以阴阳明年降息的预期大大升高 英国人今年的耶诞新年 渴望过得舒坦一点 因为最新出炉 英国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明显在降温 年增率自前1月的4.6% 大降到3.9% 创下两年来新低 当中又以交通的燃油费大幅下降 成为压低通膨的主要动力 让大众苦不堪言的食品价格增幅也趋缓 不过依然比两年前高出将近三成 政府官员保守已对 却没有交习市场对英国央行降息的期望 多数投资人押注 最快明年5月就会执行 尽管英国的通膨率跟其他欧洲富有国的差距 正在持续缩小 但同一天 英国的初级医生走上街头 展开号称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史上 为期最长的罢工行动 初级医生指的是 在接受研究生培训的同时 也获得工作资格的医生 占了英国所有合格医生的四成 打从今年初 他们不断要求政府调涨35%的薪资 以抵消多年来的通膨冲击 政府只以8%到10%的调薪幅度回应 如今他们在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拒绝薪资谈判 当局态度没有软化 让代表约5万名初级医师的 英国医学会表示 现阶段的罢工行动将持续三天 紧接着明年1月3号起 再进行为期六天的罢工行动 而率先抛出降息讯号 经期前景看好的美国 一般大众在2024年 首先要面对的恐怕是各种债务 尤其这波年底假期 许多人选择以先买后付的方式消费 比以往都还多 从专卖奢侈品的电商 到一般卖场沃尔玛 通通都引用先买后付的服务 与此同时 美国的信用卡债总额正处在记录新高 这种只要下载APP 无需信用审查就能启用的先买后付 看似比刷信用卡更简便 但假使没有按时交款 所产生的费用可能比信用卡利息还要高 另一面红旗则 是礼物卡 它是节日送礼的热门首选 也是诈骗集团的最爱 礼物卡好比礼券 是一种预付除值卡 当民众到特定商店或企业 可以拿出礼物卡代替现金消费 美国商业改建局警告 诈骗分子通常会蓄意破坏礼物卡 偷走条码 又或者在网路上假扮成卖家 要求民众用礼物卡付款 但至少在今年结束为止 强劲的职业市场持续支撑 消费者看好个人收入提高 带动美国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从101月升到110.7 写下7月以来的最高水准 TVBS新闻正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